我想說傳紅蟬 傳紅蟬就是爆紅了 17歲 過了紀錄 拿了三面金牌 就是最年輕的跳水選手 拿到三面金牌 就是兩屆奧運 2021東京 2024巴黎 他剛剛在十米高台跳水項目發揮驚人的表現 第一跳已經是拿滿分 完美 最終他入水的時候就不見水花 幾乎沒有了 外媒 或者外國的教練 或者外國的運動員 看到傳紅蟬 這一跳呢 就是驚嘆 為什麼他可以有一些叫做水花消失術的呢 那麽視乎呢 外國的媒體就特別是報道了 傳紅蟬最終是以425.6分 總分是奪得金牌 總分是破紀錄的 亦都是破了以前伯明霞的紀錄 那就是那個積分呢 是一個新高來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以前十米跳台的出色的跳水運動員 我們有郭晶晶 有陳若霖 有伯明霞 這些 就是現在傳紅蟬十七歲 如果計分數來說 就已經是超越了前輩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那事實上呢 現在那個焦點呢 大家會想一想 究竟傳紅蟬這講的水花消失術 是怎樣練回來的呢 那為什麽中國運動員做到 而外國運動員做不到呢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都是黑腐的練習 傳紅蟬三歲開始已經是被發掘到 開始是接觸這個水 接著就是 在很早期 就是應該是 不是三歲 不是三歲 應該是七歲 等等 十四歲 應該這樣說 傳紅蟬什麼出生呢 就是一個農村家庭而已 那他有五兄弟姊妹 爸爸就是種水果的農民 都是一個出生的一個普通的家庭 那他開始跳水 不是三歲 是七歲才對 那但是他七歲呢 開始就被人發掘到 就被那個跳水教練發掘到 他這個跳水 這個是這個潛爛 那所以呢 他是很辛苦的鍛鍊 那他說呢 就是頭那三年就很辛苦 克服了很多困難 那他的困難呢 他都不掉出來了 那他十四歲 拿到第一面奧運金牌呢 之後呢 其實跟著那三年呢 都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呢 他那個長大 身形是長大 他身體有各種的變化 面對青春期 那他要適應到這樣的轉變 也都事實上證明呢 就是他從14歲 拿奧運金牌 到他現在17歲 一樣可以拿奧運金牌 還有呢 他發揮得更加出色 就是拿的分數是越來越高 就是證明他是適應了他的青春期發育呢 適應了身體改變呢 其實下了很多的苦工 那當然 外國的傳媒只會馬上看 就是說那個成果 咦 你中國為什麼大部分運動員 入水 都是很少水花的呢 你傳紅線是更加少的 傳紅線是最少的 那你這些水花消失術是怎麼練回來的呢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呢 是不是有什麼 有什麼古惑東西呢 這樣 其實沒有古惑東西的 就是跳水 大家看到的 有眼見 有攝錄機拍了出來 還有慢鏡 其實呢 如果你真是外國的運動員 真是要學的 你就在一個慢鏡那裡看 究竟傳紅線壓水的時候怎麼壓呢 其實你看到他壓水的時候 他兩手是用手掌按 就是好像下水那一刻 他用手掌按那些水 按一個洞出來 按一個洞出來 然後他的身體才插進去 就是我們平時會想 如果我們想少一點水花 我們兩隻手是不是應該拍起來 很尖地插進水才對呢 這樣 原來不是的 你看下水是手掌壓水的 那麼這個手掌壓水 是不是就等於別人說 他就好像壓了一個洞出來 壓了一個洞出來 然後他的身體才插進去 是不是這個就是小水花的竅門呢 這樣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但是很明顯 所以如果你要雙掌壓水 壓個洞出來 首先你要做什麼 你就要垂直插進水 是不是 你一定不是打斜插進去 你一定是垂直插進去 你先那個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要做到垂直插進水 你整個動作 譬如說 全紅線第一個動作 第一條是轉向前三周半 三周半轉完之後 他還可以很垂直插進水 接著用雙手按個洞出來 然後才能做到幾乎沒有水花 所以 除了你說 就算外國的教練 外國的運動員看到 原來 中國的運動員 進水的時候 兩隻手的動作是按進水裡的 你可以學 但是你學不學到 就是說每一跳 他都盡量垂直地插進水 那這個才是最難的 那就是你之前的動作 整套動作做得很好 到最後入水的時候 你都要垂直 還有 你做那個跳水運動員的動作 你聽一些評述 它是要說 你出去跳那一刻 你是要跳得高 跳得高 騰空得久 這樣變成你可以早一點完成你那個 譬如說 轉體三周半的動作 有充足的時間 讓你做完三周半 然後再調整身體 垂直插進水裡 然後再用雙手 手掌去按個洞出來 這樣你才是整套動作 才有高分 才會得到滿分 而且入水是沒有水花的 那這個是多麼難的 那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只是技巧的問題 不是說你看完那個錄像 看完中國運動員 為什麼可以做得這麼好 你就可以學到的 是經過很刻苦的訓練 你怎麼可以跳得高呢 你不僅是轉體做得好 你還要跳得高 跳得高就是說你的肌肉 你要有上下的鍛鍊 令到你的肌肉可以支持你跳得高 跳得高之餘 還要轉體 急速轉體 接著還要調整到垂直插進水裡 那這些不是平時艱苦的鍛鍊 怎麼有可能成功呢 所以你看到原來中國的運動員沒錯 跳水運動員 是很早期他已經在全國很多地方發掘一些有潛質 或者身體質素好的運動員出來 變成七歲開始練 然後就在整個大班小朋友當中 找幾個身體條件是最適合的出來 那這個先天已經可以找到一些很潛質的球員 即是一個運動員 第二就是教練 全熊成員的教練是誰 陳若霖 陳若霖本身在三屆奧運拿了五面金牌 本身都是一個很成功的運動員 有本身成功運動員 接著就做一個很成功的教練 然後就幫陳若霖去做訓練 那就是你看到整套的成功的路呢 是一個很漫長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配合的 就是從小就開始找運動員 接著就是有好教練 接著就是有很好的訓練 也都是很好的技術的培養 最後就是身體的轉變都要適應 還有心理質素 怎麼在跳之前可以做一個這麼好的心理準備去迎接每一跳呢 那全部都是一個很漫長的訓練過程 就不是說你拍下了中國運動員 拍下了他的錄像 看看他怎麼跳 接著學他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做到他的動作 接著小水花了 絕對不是 這是一個漫長的路 所以中國跳水隊的成功是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不是說你只看了錄像這麼簡單 那當然 陳若霖本身他自己有個更加有奮鬥歷史 因為他說他自己的農村家庭長大 還有他媽媽是有一次交通意外的身體 就令身體狀況不太好 所以陳若霖也說過他比賽獲勝的動力是來自 就是想賺多些錢幫媽媽醫病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那現在他當然成了命之後 應該有不少的廣告去找他 所以他都在那個收入方面 應該有不錯的收入可以支持到幫他媽媽醫病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動力 那傳紅蟬今次的表現 其實不單是外國教練 外國的運動員是驚嘆 其實外國的傳媒 今次的報導就正面一點了 就不會說抹黑了 我們看到路透社、發生社、美聯社 一眾的西方傳媒都對傳紅蟬今次的十米跳台這個金牌 是給予這個高度肯定的 那就是沒有說好像對我們的游泳運動員那樣 做出一些是負面的評論 對我們老闆一對所有民主動員 所以還有喝陰臉 我們身上也要試試看 來त就是非常柔軟的選擇 接受選擇 這個其他人呢 就也是不算是 我們將其他的選擇 滅到able 就像這個其他選擇 所以這次是超級的選擇 我們是來自選擇 那這次是ب東風 我們是來自助我們 對我們是來自選擇 那就是左邊的人 至於這個水花消失術真的不是那麼簡單,外國的教練運動員想學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接著講講最後這個話題,講講美國的太空科技的失敗 失敗的地方就是50年前宣稱可以成功登陸月球 接著當蘇聯解體不需要太空競賽的時候就將這個太空 征服太空這個計劃放在一邊,放了50年之後 當中國的太空科技發展得那麼好,可以建造我們中國的空間站 我們可以在月球去採集泥土樣本,我們可以有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成果,當中國大量的衛星已經射了上太空 美國就急了,接著就說要重新啟動太空的一個旅程 那旅程當中就不知道為什麼,如果不是很明白的 當你一件事是50年前做到的,當時宣稱自己很成功的 照計50年後呢,更加做到才是 但是不是的,現在你看看美國的科技是比50年前更差的 因為50年前已經有太空人宣稱登陸了月球 在月球有他的腳印和美國旗 當然現在有很多質疑聲音 就是說當時你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理由50年後就沒有這個能力 現在是甚至是差到射射火箭上太空 都經常是延遲,經常是做一些藉口 又說天氣不好,又說行雷,又說漏油 那就是射射射火箭上去都射不到 你怎樣把火箭成功把太空船帶上太空軌道呢 然後進一步把太空船射到月球呢 這個真的令人越來越多質疑 究竟你50年前所謂登陸月球是否真是假的呢 除此之外,NASA發射火箭的程序 經常都會出現問題 那美國政府又不夠錢 接著就找一些私人機構、私人企業幫忙 就找馬斯克這個SpaceX計劃 當然他試射火箭就經常都是爆炸 然後最好笑就是爆炸完之後 其實我也預計了爆炸的 爆炸完之後可以再試 下次應該會成功了 還要說遲些要做什麼星際旅行 太空船 就是可以運一些誰想去太空之旅 可以上太空然後回到地球 那這些就只有一個說字 你現在試射都經常都爆炸 所以到現在為止 SpaceX、馬斯克基本上呢 我懷疑他是不是真的有心去幫美國政府去做 吃力不吐好的事情 又要付錢 接著就找馬斯克還不夠 還要找了波音 波音終於叫做射了一個星際快車 這個飛船上太空 這個叫Star Linear 又糟糕了,又出事了 現在這個Star Linear 星際快車載了兩個太空人上去 接著就跟這個國際太空站接合了 就是它黏了國際太空站 但是黏了它之後呢 接著那個發動機就出事了 出了問題 還有那個自動分離 那個系統又出事了 那現在就黏了在這個國際太空站那裡 就不敢掉了 那現在呢 剛剛有一篇文章呢 就是美國的知名科技媒體的一個資深的作家 一個是氣象學家叫做 埃里克伯傑 Eric Berger 那最近呢 他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解釋現在那個情況是多麼惡劣 那現在就是 波音這隻星際快車呢 這個飛船就黏在國際的太空站那裡 那就不敢脫離了 為什麼呢 原來呢 怕分離了之後呢 那它那個發動機呢 因為現在是有故障 它發動機呢 就是怕發動不了 那如果發動不了 那飛船就失了動力了 就是如果那個發動機不行的話 那所以呢 它是擔心一旦分離了之後呢 發動機再出問題呢 一來可能是沒有了動力啦 二來就算有動力呢 未必控制到 如果控制不到 有機會是什麼 它是擔心啊 有機會呢 這隻飛船分離了之後呢 是會撞上去這個太空站 就是不單止這個飛船自己有事 國際太空站都有事 它擔心一分離了 所以現在呢 波音這隻這樣的飛船 黏上去的國際太空站 不敢分離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那個飛船的那個 飛行軟件呢 就支持不了自動分離 那就需要更新這個軟件 而更新這個軟件呢 最少呢 再需要四個禮拜這樣 那現在就是這個兩大問題 那現在呢 怎麼算好呢 那你也要解決的啦 現在其實已經說了整個月了 究竟這兩個太空人 怎麼回到地球呢 那有些人就說 那你國際太空站上面 有一隻飛船 就帶了那些太空人上來的嘛 那隻叫做Crew 8 Crew 8 Crew 8 8號船 8號船 帶了那些太空人上來 現在在上面做實驗的嘛 喂 大哥 我Crew 8帶了那些太空人上來 我沒有遇到帶你兩個波音的太空人下去的 我沒有位的 直接沒有位的 直接沒有位的 沒有太空衣 原來呢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說 加個位就可以了 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又要太空衣啦 又要有位啦 那所以呢 現在就 Crew 8呢 這兩個波音的太空人 一直都不肯載這兩個波音的人下去 回去 回去地球 因為Crew 8 自己有載了太空人上來 那他也要坐這個太空船 回去地球的嘛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怎麼算呢 波音那隻又不敢分離 那隻Crew 8 黏了下去的 又不肯載你波音 因為他自己有太空人要載回去地球 那現在呢 就說這些文章就說了 現在有一隻Crew 9 有一隻叫做龍飛船叫做Crew 9 9號 就呢 就準備呢 本來呢 本來呢 就是8月呢 就是升空 那現在呢 就是 可能就延遲到9月 本來是8月18 現在延遲到9月24 那還有呢 本來這隻Crew 9呢 是會載四個太空人上來的 就是接這個Crew 8 那現在就可能 Crew 9呢 就接兩個太空人上來的 就留下兩個位置 接波音這兩個太空人下地球 這個計劃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呢 首先 希望啦 波音這隻 這隻 這隻太空船呢 可以 軟件更新 就可以成功脫離啦 如果不行的 那應該呢 那隻Crew 8呢 Crew 8就會送回 現在正在做實驗的那些太空人 下地球 然後Crew 9來接任的嘛 Crew 9本來是接四個 現在就不接四個了 接兩個太空人上來 就走的時候呢 就有四個位置 就接了波音那兩個 下去地球 那應該現在的 現在的想法就是這樣 那但是就 就是還在談著 就是還沒談到 那這個太空人上去 就是現在是 那些 就在想著 波音那樣做啦 那 就 所以總之呢 整個太空計劃呢 就很混亂了 就是不單止 是 波音上去呢 是影響到 國際太空站的運作 那些本身的那個部署都影響了 Cru 8 回到地球 又影響到 Cru 9 接任Cru 8 上去太空浸做事 又影響到 所以整件事 各位可以看到 美國的太空科技都很糟糕 很大件事 現在中國發展得很好 但是美國越來越不行 可能是錢的問題 可能是科技 50年前的登陸月球 那個都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沒有理由50年前做到的事 現在做不到的 你挖以前的東西出來 都應該很容易做到 發射火箭 太空船 或者送太空人上月球 沒有理由50年前做到的事 現在做不到的 這個就是現在那個怪現象 中國就越來越多利好消息 在太空科技也是 有些就說太空又是做些什麼雷射槍 那些東西 就是雷射武器 現在中國就說有機會發展到這個東西 另外就是我們的東風導彈 現在是說的是射了上太空再下來 是這麼誇張的 所以對方是很難防備的 因為如果你射上太空之後 因為你上了太空之後 那個速度是會快很多的 因為你真空 沒有那麼大阻力 那如果你射上太空之後 再在上面射下來 你會不會看到中國 如果美國還要攻擊 攻擊目標呢 這個也是很難防 更加難防止 所以現在很多方面 我們陸續聽到 中國的科技發展 太空發展 越來越先進了 難怪美國是 不到它不忧心的 當然了 我們中國向來都不是去侵略別人的 我們只不過是管住一個做好本分 還有我們和其他國家 我們尋求一個和平共處 互衛互利互贏的一個外交的政策 或者一個貿易的政策 就不像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那樣 他們眷戀以前的殖民地思想 或者現在的霸權主義的思想 繼續是想剝削其他國家 那個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中國在科技 或者武器上面進展 那個理程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其實是 給自己更加多的籌碼 壯大自己 維持自己一定的軍力 和科技的發展 其實就是抗衡 這些霸權主義國家 他們潛在的一些侵略 所以這個做法是很不同的 科技都很不同 好 那這個時間差不多 我們再看看奧運 講講小小武運的東西 那現在就是美國27個金牌 中國就25個金牌 但是那個中國突出的地方就是 Thomas也說了 我們這個是花樣的游泳隊 游泳 花樣的游泳隊是拿金牌 以往這個是 都是外國的主導的一個項目 其實這屆奧運的好處就是 很多我們以前沒有拿過金牌的項目 我們都有突破 這個是很重要的 今天就有些什麼特別的值得去看的項目呢 首先 我會看高爾夫 女子高爾夫就是三點開始 中國有這個林希宇和恩若寧參加的 另外就是4點鐘 有乒乓球 就是男子團體 中國是會對法國 那另外田徑 4點35分 就是吳艷莉 初賽就是一般的 那現在就下去跑這個復活賽 就是100米跨欄 和林雨薇 兩個都是 那另外就是5點35分 中國的田徑隊會參加這個男子4成100的接力 就是初賽 那另外就是舉重 晚上9點我們有女子舉重 還有是女子冰金球的團體賽就是中國對韓國 這個應該都會相信相當好看的 那另外晚上9點就是男子三米跳板跳水 我們有黃中元這些選手會出戰 那接著去到凌晨呢 凌晨我們是1點半有舉重 男子 中國有石志勇 那就是另外有雪膠 那另外2點半凌晨就是男子200米決賽 那這些都是今天重點的賽事 所以大家是繼續支持中國隊的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是財經類別 有六宇人金融Hi-T 和上風的投資攻略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更多節目 多謝大家